來 同學 協率怎麼算 不要講話 我講不要講話 這句話已經講好幾次了 好幾次 來 同學 協率喔 我們不是已經已知兩點的座標嗎 所以要求協率那怎麼辦呢 就中軸差吧 這Y 座標相減 頂上什麼 還是軸差 S 座標相減 所以這一條直線的協率 我們馬上可以得到 叫做負責多少 A分之一 這沒有問題 對不對 協率趕快把它找出來 那第二個步驟 我們可以利用什麼 我們可以利用 我們非常熟悉的點協式 對不對 點協式就是說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這條直線 它通過兩個地點 那我們任選一個點好了 比如說我們找A0這個點 然後協率我們也已知 所以我們選用點協式 Y-1 是不是應該會等於 負的A分之一 來 乘上多少 S-多少 S-A 好 點協式 那同學我講一下 你覺得考試的時候 一個老師 他會不會 通常在 你用一個老師在出題的時候 他會讓同學把答案寫成點協式嗎 對 通常不會 你知道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嗎 同學 點協式就是說 只要你知道這條直線的協率 還有這條直線上 有任何一個點 這條直線方程式 是不是就可以用點協式 去把它表示出來 可是問題就在於說 這條直線上的點 有無限多個點 對不對 所以用點協式的話 它的表達方式 並不是唯一的 它的表達方式 有無限多種 所以如果今天我們班上 30幾個同學 每個同學都隨便找一個點 那那個老師他怎麼知道你寫的答案 對不對 他幫你展開去通常一張 他一個直接進去就知道 所以其實同學 有時候 老師會希望你把 就是說他會希望你把這個整個把它展開 寫成所謂的一般式的形態 好 那我們現在來整理這個四種 兩邊同成你A倍 所以可以得到 來A倍的Y 會等於 來-BX -B再乘乎A 就加上多少 AE 然後把它移向 你就會得到 B倍的X 加上J倍的Y 等於AE 可以嗎 然後接下來 同學 在這個A跟B A乘B 做為0的情況底下 我們現在可以做一件事情 我們可以把這個等號 同時處理AB 那同時處理AB 我們就會得到 底下這個很重要的式子 來這邊會得到 A分之X 再加上 B分之Y 會等到 會等於B 好 同學 這一個式子 A分之X加B 跟Y等於B 這個東西就成為什麼字 就叫做 結句式 這個叫結句式 那X下面的這個A 而且你不該清楚 X下面的這個A 代表什麼結句 代表的是它的S結句 好 寫一下吧 Y下面的這個B 代表這條直線的什麼結句 叫做Y結句 也就是說 同學當你知道 這條直線它的S結句跟Y結句的時候 其實你透過這個結句是 可以很快的寫出非常容易的程式 我們舉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非常簡單的問題 如果今天我問你說 來同學 有一個點A 它的錯標叫做30 有一個點B 它的錯標叫做04 來同學 我現在問你 請問這個AB的直線方程式 來請你告訴我們 它可以成形 分學 分學 MS結句是誰 3 Y結句是誰 4 所以它的結句式 來 這個要怎麼寫 3分之X 加上多數 4分之Y 這個檔的多數 檔的1 好學 這個就叫做結句式 這樣怎麼瞭解 當然你說老師 我不學這個結句式 我直接用2點式 不是 我們直接用2解式去做 可不可以 其實也是可以 那 這個結句式 學這個結句式 有一些好處 比如說 你會準備遇到一些問題 什麼問題呢 比如說 它有一些題目是這樣的設計 它說在第一項線 我們找一個定點 然後通過這個定點 有一條直線 那麼請問這個直線 跟X軸Y軸 所為成的三角形 什麼面積最大最小 類似這種問題 這個時候透過結句式去想 這種題目會比較簡單 不過這個我們慢慢再來看 好 那老師我現在先講一些基本的觀念 來 這邊寫一個考考你 我們先把基本觀念經歷起來 你知道這時候我覺得很累了 我下午連續三級的課 這是第三級 對不對 然後剛才又要去掃測 看你們的掃測 我也覺得很辛苦 看你們掃測 你都沒有在工作 就像紅少堂一樣啊 對不對 看你們掃測 他也真的很辛苦 對啊 他好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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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都一直摸被子的屁 好啦 官員你把這句話寫上去 我們來問一個很簡單的小問題 是不是每一條直線在裡面上 它都可以寫成結局是怎麼寫的 你認為可以嗎 當然只好可以 每一條直線都可以寫成這種形態嗎 這顯然有問題 這句話 同學不正確 那同學我現在要進一步去問 那到底什麼樣的直線 它沒有辦法用結局式把它表示出來 結局等於0 結局等於0 那什麼樣的結局式等於 通過什麼 圓點 所以第一種形形來 同學我們把它寫上去 什麼樣的直線沒有辦法寫成結局式 第一種情況就是通過圓點的直線 對 你可以在旁邊畫個小小的圖畫 因為通過圓點的直線 我們都很清楚 X結局跟Y結局都是0 那既然是0的話 同學分5自然是不能為0 分5為0的話 這樣子寫顯然是有問題 所以同學通過圓點的直線 就沒有辦法寫成結局式 好 這是第一個 好同學請問 還有什麼直線 是不是沒有辦法寫成結局式 呢 手指 手指指握過圓點 然後你用其他兩個沒有過圓點的 是不是 其他兩個沒有過圓點 什麼意思 就是 沒事沒事 沒事 來 牽直跟水平 沒有錯 然後來 同學第二種直線 來寫上去水平線 水平線 水平線 你同學都沒有什麼結局 都沒有X結局 所以他也可以幫我寫成這個樣子 水平線 畫個小小的圖 水平線 不行 來 抓去我們 第三個 什麼線也不行 先直線 牽直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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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沒有辦法寫聚 所以這些玻璃圖 慢慢地建立起來 好 那 講完結局式之後 同學我們這邊 來做一個小小的一個分析 來 你這邊寫一個Kiss號 我們說直線 我們說直線 一個 兩個 來 重要的性質 好 來 如果你要想說一條直線 其實你只要抓到他的兩個關鍵 你知道是哪一條關鍵嗎 斜率 跟他的什麼 結局 來 第一個 他的兩個重要性質 來 第一個 是這條直線的斜率 好 他同學斜率 他可以幫我們判斷 這一條直線的什麼東西 我個人覺得斜率 可以幫助我們判斷這一條直線的方向 他起行的程度 來 第二個 來 這條直線的結局 他跟X軸 還有Y軸 所交的那個點 所在的那個位置 可以幫助我們判斷 好 來 這一條直線 譬如說有一種年考考題 我舉行中一個 比較簡化的情況 有一種參考的題目 他大概是像這個樣子 他跟你說 好 這裡有一條直線 好 這樣 然後這條直線 L 他的方程是叫做 X 加上 AKY 好 再加上 V 比如說這樣 他跟你說有一條直線 他沒有通過第二項線 然後他叫做 X加VY加V 那我問一個小小的簡單問題 OK 請問 你有沒有辦法去判斷 A跟B的 正負就好 來 我們從這個平行 你可不可以很快的 去告訴我 A跟B 到底誰是正的 誰是負 那你要判斷這個東西 同學 你不要去想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 你當然第一件事情 要先把它什麼東西抓出來 邪域跟拮据 所以你第一件事情 來我寫在這邊 來同學斜律 直線的方程是如果很直 同學我斜律馬上看出來 來請你告訴我們 正條直線的斜律是多少 負的A分之1 可以吧 這個應該可以馬上看出他的斜律 可是同學你發現 正條直線他是從左下到右上 所以他的斜律顯得怎麼樣 大於0 同學負到A分之1 大於0 請你告訴我 這個A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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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問題 用斜律是不是可以看出來 來同學 那第二個 我們是不是來找一下 找什麼東西呢 來找他的捷鋸 來我們來找他的X捷鋸 來我們找他的X捷鋸 來我們找他的X捷鋸 另外1 來另外1 所以同學他X捷鋸 是3 負B 可以吧 來同學他我問你 這個負B 他正的 正的嘛 他這個點不是在原點的 因為我沒有辦法 所以負B是正的 所以同學你告訴我 B是多少 B是負B 對不對 那甚至我們還可以找Y捷鋸 來如果Y捷鋸 也把他找出來 Y捷鋸 對不對 來同學Y捷鋸是誰 在這裡 就令S檔鋸吧 S檔鋸再進去 那Y捷鋸是多少 負的A分之1 所以這個點作標是0 負的多少 A分之1 OK 所以Y捷鋸是負的 A分之1 那我們把剛才的節目 帶進來看看 會不會滿足 A是負的嗎 來我先看一下 負的A分之1 是應該小1 剛才我們知道A是負的 B也是負的 負的注意 負的再加一個 負號小1 還好說 正確 所以你不要再講幾答 所以你只要去把這條直線 它的協力跟結局找出來 正常直線 其實它某一些特徵 你就可以很快地去掌握 像這種 是一個非常基本的一個 一個小問題 然後 可以嗎 我最近發現今天有一個美食 昨天晚上我吃了一個 它有一個攤車型 動車在賣什麼 我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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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好吃 沒有沒有沒有 我告訴你 超好吃 我覺得很 好 沒有 他在客人吃 要不要買回家 我覺得味道很棒 很好吃 我覺得好吃 很貴嗎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你買多少 我買幾百 你買多少 我買幾百 可是兩個有吃過 對 我覺得吃過 兩個 老師你相信小鳥味 會不會多 它很小嗎 它很小嗎 應該是它女朋友是小鳥味 應該是他女朋友是小鳥味 不是吃我口味 我吃 我吃一下而已 你買多少 我們去煮多少 多少 三百 三百 三百多 多大 十 很大 知道這麼大嗎 這麼大的 油餅 油餅 如果精文在加大 加粥 加粥 可能你加粥小一點點 但是很大 我覺得蠻大的 寫小的 大概都十塊 豬王 真的很好吃嗎 我覺得蠻好吃的 大家要等多久 我們下次 現在是 我今天晚上就閉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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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它在現場到底多久啊 現場它根本不可能讓你買 為什麼 要新訂 因為都是 大家要多新訂 他大概想說超快的 你看 禮拜三跟禮拜 又太新訂 然後 其他的 那邊 有時候 那個 順便 這個 寫上去 可以看我了 這個標題寫上去 然後等於這個東西 我跟妳講 剛剛老師 怎麼樣 這個X主題的VY的V有看不懂 哪裡 看不懂 為什麼怎麼變的 你說這個負V怎麼跑出來 對 就另外啊 歪的V啊 X就感覺負V啊 哦 對不對 看這個點的外座標 這個點就這樣 好 來 同學接下來這個主題很重要 來 標題寫上去 這個主題 同學我跟你們說 要給他三個讚 我們在高中性質裡面 要去求兩條直線的夾角 我們有基本的兩套做法 第一套做法 我們現在要教斜律 另外一套做法 透過直線的法像這樣 這個是在第三章才會教 那我們現在先把這些觀念 先把它經過起來 來 我們畫座標系出來 座標準先把它逼出來 以這兩條直線的夾角 去求這兩條直線的夾角 它的觀念是怎麼形成的 來 同學這邊 我畫一條直線 來 這一條直線叫做L1 它的斜律叫做F1 不要講話齁 這個角度叫做α 所以它的斜律叫做F1 來 同學先把F1 放出來可以 你知道這條直線 跟SO正向 所講的那個傾斜角 Pandrianα就是它的斜律 Pandrianα就是它的斜律 好 那現在老師 我這邊要畫第二條直線 來 第二條我們畫這樣子好了 這樣子過來 這一條直線我令它叫L2 它的斜律令它叫M2 我現在假設這一條直線 好 它跟S所夾的這個傾斜角 叫做β 所以它的斜律 就會叫做Pandrianβ 寫到目前為止 應該不至於有任何同學 對我黑板上除了解這個東西 有任何意見 好 因為斜律可以 我們這個三角還是結合 好 那同學 兩條直線的夾角 我先問你一個問題 你知道兩條直線有幾個夾角嗎 如果他們不考慮局勤 跟重回的情況 兩條直線有幾個夾角 你知道嗎 兩個 一個角度在這裡 一個角度在這裡 這兩個角度加起來 剛好是180度 如果我知道一個夾角是30度 那另外一個夾角自然是150度 我們現在定這個角度叫做θ 來 它可以寫上去 這個角度叫θ 可以嗎 好 同學 根據我們國中所學過的一個小小觀念 這個θ跟β加起來 一定會剛好等多少 α 所以來跟著寫 我們知道θ再加上β 是不是會等於α 所以同學我們的θ 其實它可以寫成α寫多少 β 我們應該沒有比較 好 同學 接下來要做什麼事情 接下來要對它取tension tension的θ 是不是就可以寫成tension的 來 α-β tension的α-β 同學知道tension的合角公式 tension的合角公式 所以我們在學到的一個觀念 好 那同學tension的合角公式 是我們第一張三角函數裡面 學到的一個觀念 好 那同學tension的α是誰 是不是代表L1的斜率 我們令它叫做N1 好 減掉Ngβ叫N2 再除以1加上N1 再乘上多到N2 好 同學這個把它寫上去 我們這裡先不舉例子 我們這邊先講觀念 你從這個地方其實你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同學如果你今天知道這兩條直線的斜率 你有沒有注意到這兩條直線的夾角 tensionθ就會等於N1-N2 除以1加N1-N2 當你是他們斜率的情況下 你是不是可以把tensionθ算出來是多少 你算出tensionθ是多少 這個θ是幾度 你應該可以掌握它 你掌握θ是幾度 它的另外一個夾角 拿來另外一個夾角在這邊 這個叫做180度-θ 是不是也可以把它找出來 所以同學 求直線的夾角 我們可以透過斜率來做一個這樣的一個處理 好 但從這個式子喔 來同學從這個式子 我們還可以看出一些 我們之前所學過的觀念 來同學我問你一件事情 我先講 然後等一下我們再寫一題 兩條直線如果平行 來我問你一件事喔 兩條直線如果平行 他們夾角是幾度平行 兩條直線如果平行 你可以把他們夾角當作是幾度 180度 180度 沒關係 0度 0度 兩條直線如果平行的話 其實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這兩條直線的夾角是0度 或180度 沒有關係 那同學定局的0度是誰 是不是0 那你想想看喔 這個東西如果等於0的話 那代表什麼意思 M1一定要等多少 M2 對不對 所以同學要交時間平行 斜率是不是會下等 對不對 從這邊可以看 甚至來 同學你還可以這樣看 兩條直線如果垂直的話 來告訴我 他們的夾角是幾度 90度 同學 H90度是什麼東西 不存在 同學 不存在的話 它代表什麼意思 不存在代表分母會長的多少 0 分母等於 代表M1乘M2 應該要長的多少 1 1 所以同學 兩條直線如果垂直 斜率相乘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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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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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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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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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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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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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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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